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 今天在出席雪兰儿 马拉工艺大学工程院 举办的一项活动时指出 该部目前并没有讨论 是否会暂停发放一马书劝离事 一马购书券一直是国阵政府 在过去几年的财政预算案 为学生和家长捎来的好消息之一 基于教育部还没有讨论这件事 张念群也不愿意 针对是否取消一马书券发表意见 另一方面张念群昨晚在为行动党 乌拉港补选候选人站台时也透露 清朝政府在第十四届全国大选前 批准要增建十所和搬迁六所华校 不过在他出任教育部副部长后发现 事实上国阵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 其实还另外许下要增迁十所华校的承诺 张念群强调 教育部将会研究26所华校的增迁理事 根据各地方的需求去逐步增迁这些学校 NTV7综合报道